打开阅历上头应有不同水果 这是桃园市府提供名代发给民众的新年阅历 每年都受到不少民众喜爱 不过现在却被国民党市议员指控 市府发放分配不公 我们国民党的议员 每一位议员只拿到100份 那100份跟以前的这个数量来讲 是差很多 桃园农业局这几年都会编列900万经费 印制18万份水果阅历 提供各级名代让民众领取 往年所有市议员和里长都能拿到100份阅历 如果发完还可以再追加 只是今年国民党市议员却挑出来 质疑市府不公 不知数量只给100份不能再多 甚至还看政党颜色发放阅历 蓝云新科的议员当选人 和立法委员却没拿到 反而是绿云的新科议员当选人 拿到一大堆 连水果阅历到政党轮替前都可以蓝绿 这样子好像大小眼 因为今年就是需求的比较多 那在前面发放的时候 很快的就被索取一空了 所以有些后面的要来索取就没有 面对质疑农业局强调 发放分数与对象跟以往都相同 是因为今年需求量增加 才无法再追加给明代 政党领提前的最后此刻 新年月曆也意外引发蓝绿交锋 记得凌珠强调文报道